大家好,我是EG,伊維德 為什麼我這麼曝光的臉 真的啊 焦點了還是這樣 難道我白了? 大家好,我是EG,伊維德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今天就是一個套裝影片 這樣就套裝成很少東西 其實你進來都知道 因為我在封面都放了 都不是秘密 不過我仍然是很興奮的 因為... Hello,我是EG,伊維德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又再來一次 他們兩個現在有點發瘋 因為接近吃飯的時間 就會不停提示我吃飯 但是我很心急拍這個影片 我本來今天沒有打算拍片 但是今天就收很多東西 在家裡收很多東西寄來 有很難買的Kiki半面 Kiki還是Kiki 隨便 然後又有很多唇膏 收到 但是今天 要跟你看這個東西 是我自己買的 對了 臉都是我自己買的 就是我付錢買的 這個就是他一出的時候 我已經找辦法買 然後就找人在美國幫我買 因為呢 香港當然是不能買 在美國的Sephora 上網就可以訂了 所以就馬上找他幫我訂 幫我買東西的那個人呢 他就說 嘩!我也想不到 一開網一開買就買完了 為什麼這麼厲害呢 他說 聽說呢 遲些會restort 問我等不等 我說等了 我說你有什麼再update我 誰不知隔了一會 他又馬上找我 他說 喂!現在又restort了 那就馬上買了 整個collection 其實我講的是 MOSKINO 和Sephora Crossover的 一個makeup collection 整個collection 其實我只有一件事想要的 只有一件事 為什麼呢 因為他出了一個 金色貝貝很大的palette 那 立體的那個貝貝 每個都是 最瘋狂的就是 這個palette 那 裏面 裏面的顏色呢 其實我肯定我已經有了 就是 你看過我的palette collection 那條片的 那我又覺得那個 啤貝也挺牙定的 我又無謂買多一件東西回來 那另外呢 就有些highlighter 那我看那些review 那個highlight 就不是我喜歡那些 很強勁的反光highlight 是 多點像Kim Kardashian 那隻 有個glow 但又不是反光 那我就一般 那所以 我就不會讓他那個造型 迷惑到 是一個屁股頭 那 但是這個呢 我就真的被他迷惑到 因為 化妝品呢 你用完就用完 你用完 如果你這麼厲害 可以用完 那一架眼影 那你不能再配 那 另外那些 highlighter也是這樣 但是這個呢 就算你用完 那個化妝品呢 我都可以留下 那個東西 做一個首飾 我說的就是這個 就是他了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一個 有1 2 3 4 5 6 顏色的 那 但是呢 就不是主角 裝著 那個東西 就是主角 哇 聽到聲音都high 喂 出來 你看一下他 你看一下他 這個東西呢 是很聚首的 它是真心重的 那 這條鍊呢 它的聲音又不是很膠 不過呢 它又很輕聲聲的 這個鍊 但是不要緊 這個東西很重 的 即會票價 當頸鍊 是有這麼長 還有呢 如果你跟我一樣呢 是平空的女子 或者是你的身高比較矮呢 我覺得打斜都可以接受的 其實打斜都可以接受的 其實打斜有趣 那 就算你沒有放過 你只 你只揹著這個 嘴巴 我覺得都是很可以的 一個裝飾品 來的 我今天呢 就會跟大家試完 六隻顏色的 那不如呢 就由最淺色開始試吧 適逢我的嘴 現在又沒有適 即是收到這盒東西的時候 適逢我的嘴又沒有適 好興奮啊 那呢 嘩 那些字小到這樣啊 我很想告訴你 它叫什麼名字 但是呢 它那些字呢 簡直是小到呢 是 我覺得是 驗眼那些 那些 那些級別 那我盡量看一下 這個好像叫 好淺色啊 會不會面毛血色啊 塗了 嘩 好 好 很pigmented啊 即是呢 它完全掩蓋你的唇色啊 而且它雖然叫lip gloss 它是偏稠的 即是它不僅是光亮 它其實像一個唇膏 比lip gloss 其實我覺得 這個就是 第一個顏色 我沒看過這些淺色 然後這個叫做 巴黎的粉紅色 巴黎粉紅色 巴黎粉紅色 對於一個很少粉紅色的人來說 我覺得都 都可以接受的 少少像巴比 對吧 我呢 拍張照呢 放大它來 看它叫什麼 神經病 那些字會太小顆啊 這個顏色叫做 Miami Miami是一隻 好Jeffree Star的 鮮粉紅色 第三隻顏色 第三隻顏色 Miami 這個也是我很少塗的顏色 鮮粉紅 可以嗎? 可以多塗一點嗎? 有沒有覺得很怪 這個比較怪還是 淺粉紅比較怪? 我真的在問你 你在留言裡回答我 第四隻顏色 叫做Hollywood 是這一陣子 或者是今年 大熱的Metellic顏色 是一個Copper的顏色 好像挺漂亮的 這個就是顏色Hollywood 這個顏色我會 都會用的 其實只要化一個Earthstone的妝 就可以用這些顏色 你不用怕太誇張 也不是太誇張 除非你穿到全身紋青 但如果你正常打扮 尤其是穿到全身紋青的 這個顏色真的不是很厲害 來到最後兩隻顏色 這隻叫做Milano 一看就知道是我會喜歡的顏色 是一個很正常的紅色 不過紅色也有分漂亮不漂亮的 如果光看它在瓶裡 這隻紅色 就是我覺得漂亮的紅色 Milano 多好多好 這個紅色 最後這顏色 最後這顏色叫做Soho S-O-H-O 所以很難看 好像也是Milano的顏色 這個就是Soho 有沒有Soho的感覺 S-O-H-O的感覺是怎樣的 剛才沒有給你們看 其實唇膏 放在嘴巴上是怎樣的呢 用回我喜歡的斜背方法 嘴巴在這裡 其實唇膏 就是這樣 它就會黏住了 不知道為什麼 但我拿得出來 裡面是有一個膠位來捏緊 這樣 但如果拿出來用 都是一支拿出來用的 就算你用完這些東西 你也可以保留一個空瓶 這樣它就不會頭上有一個洞 很重 很重 這東西真是 物有所值 多少錢 其實我不太記得 你知道有時候要買些東西 還有 它這個價錢 因為它Cross Over了Sephora 所以就不是什麼天價 就不是它平時的手袋 那些價錢 都是幾有水的事 而且我只買了一樣東西 都沒有過份 如果你想買 但是我也不知道怎樣 你自己上網找一下 我不知道香港的人有沒有做什麼 水貨還是代購 還是什麼 我完全不知道 因為我是第一時間 在美國找人幫我買的 祝大家好運 如果你想買的話 如果想看我拍更多的化妝片 或者是review片 可以在留言 在留言 建議我 如果未追蹤我的 Instagram Facebook page 或者Snapchat 全部都是EVITAWONG 如果未訂閱我的頻道 快點訂閱 還有要按鈴鐺 鈴鐺 它才會告訴你 如果我們星期二晚有Live 它就會提醒你來看 逢星期二晚 星期二晚都會有Facebook Live 對 我經常都做Live 還有就是 如果你想找我塔羅 又或者開Architect Record 又或者做Spell 什麼都好 就可以Whatsapp 9768 5388 我的店鋪平時沒有一個開放時間 因為我不會全日坐在這裡 我只是有約會 或者要教班 我才會回去 所以如果你想約我 你是不可以walk in 你是一定要Whatsapp 然後等我服你 有時候可能要等幾天 總之就是這樣 等吧 你發了一個訊息 我就一定會回覆你 多謝大家耐心等候 多謝你看完這個影片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